你们尝尝 哦,真的很好吃哦 甜甜的,凉凉的 妈妈,我也要尝尝,我也要尝尝 妈妈,也给我一块,我也要吃 不要着急嘛 妈妈慢慢帮你们找 我自己也能找的,不用妈妈帮我的 我也找到了,这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能跟我抢 呸,呸,好难吃啊,谁说这东西又甜又凉 你找到的这个颅根是褐色的,是去年的 当然不好吃了 能吃的是新生的颅根,是白色的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里白色的颅根可不多啊 所以,我们要耐心的寻找,不要着急的 看来,这一片草丛里,那种白色新生颅根太少了,不如去别的地方找找看 说着,这只调皮的小狐狸 我自己安安偷偷地溜走了 我自己安安偷偷地溜走了 朝着不远处的芦苇丛跑了过去 她根本就没想到,在那里,竟然会有一个深洞 要快点,不然让妈妈发现我离开了,可会被妈妈再教训一顿的 呀,不好,前面有洞 啊 哎呀,好痛啊 怎么这里会有这个大洞啊 这下糟糕了,该如何爬出去呢 妈妈,妈妈快来呀,快来救我 妈妈,快来救我 什么声音 好像是安安的叫声 你们谁看到,安安跑到哪里去了 我没看到 刚才她还在这里呢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咦,你们听,那是不是安安的声音 救命啊,妈妈,快来救我 没错,是安安的声音 这个不听话的家伙,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孩子,你别害怕,妈妈来了 狐狸妈妈寻着安安的叫声,找到了那个深洞 可是,这个洞又深又抖 她根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孩子从这里面救出来 怎么办,这下该怎么办呢 妈妈,快救我上去啊 孩子,妈妈现在没有办法救你上来 不过,你别着急 我会想别的办法的 嗯,妈妈,你可要快点想出好的办法啊 哎呀,好可惜,差一点就抓到了 这些野鸭子真是太狡猾了 我有办法了 你们赶快躲进芦苇丛里 我去找人类帮忙 妈妈,你不是说人类很危险吗 是啊,你不是告诉过我们千万不能靠近人类吗 现在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也只能冒险求助人类了 妈妈,你可要小心点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不过,你们可得听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不能从芦苇丛里跑出来 嗯,妈妈,你放心吧,我们会听你的话的 正在路上寻找野鸭子的阿坤 突然看到了一只狐狸 它在前方不远处一拳一拐地走着 一边走,还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着 哈哈哈哈,今天要是没抓到野鸭 抓一只狐狸也是不错的 这个狐狸在搞什么鬼 它好像是在假装受伤 哼,我倒要看看它在耍什么花招 阿坤就这样跟着狐狸妈妈 一步步走进了那个深洞 它只顾着追赶狐狸 却想不到一脚踩空 竟然也掉进了那个洞里 哎呀,好痛,这里怎么有一个洞啊 糟糕,这个洞这么深 根本没办法爬上去 这下该怎么办啊 都怪你,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带到这里来 啊,什么声音呢 小狐狸,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原来你妈妈是想把我引到这里救你出去啊 可没想到我自己竟然也掉下来了 小家伙,你也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对不对 不要害怕,我会带你出去的 小家伙,不用担心 我可是你妈妈请来救你出去的 不信,你问问你的妈妈 小狐狸似乎听懂似的抬头看了看洞口的狐狸妈妈 狐狸妈妈朝他叫了两声 安安听后看了看阿坤 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阿坤身旁 你们真的这么信任我啊 好吧,那我就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 小家伙,我把你扔上去 哎,你一定要小心哦 好了,你们团聚了,赶快走吧 以后可要小心点 可是我该怎么离开这里啊 今天我跟爷爷说 要去镇上找爸爸妈妈 爷爷会以为我到镇上了 他看不到我是不会找我的 而这里这么偏僻 哪里会有人来 我不会死在这里吧 救命啊,有人吗 快来救救我啊 没人会来这里的 没有人会发现我的 看来我真的会死在这里 狐狸妈妈看到在洞里哭泣的阿坤后 就转身离开了 她将自己的孩子们送回家后 便直奔人类的村庄而去 村边一个房子 笛巴墙内养着许多鸡 狐狸妈妈飞快地靠近这户人家 她看了看护栏 然后飞快地用爪子抓护栏 不久就拨开了一个缺口 她一下子钻了进去 院子里的鸡群大惊 发出一阵阵惊苦的叫声 爷爷听到鸡叫后 一下子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哎呀,真是大胆的狐狸 大白天的 竟然敢跑进家里来偷鸡了 真是无法无天哪 你这个家伙 原来是从这里跑进来的 说着 爷爷捡起一块石头 朝狐狸妈妈扔去 狐狸妈妈急忙转身跑开 爷爷并没有追赶她 而是将围栏再修理了一下 我看你再怎么进来 还好 这些鸡没有被伤到 啊 它竟然没有追上来 看来我得再想想办法了 狐狸妈妈又一次 开始从另一个地方扒着围栏 很快 它又扒开了一个缺口 然后飞快地窜了进去 院子里的鸡 顿时又惊恐地叫了起来 爷爷又一次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可恶的狐狸 你竟然又跑来了 今天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啊 你这个家伙 竟然敢叼走我家下蛋的母鸡 你给我站住 不要跑 狐狸妈妈 狐狸妈妈叼着那只母鸡 朝着湖边的芦苇丛跑去 愤怒的爷爷紧跟其后 狐狸妈妈始终和爷爷 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让她追上 又不让她落后太远 你这只可恶的狐狸 别跑 爷爷 是爷爷的声音 爷爷 我是阿坤 快来救我 爷爷 快来救我 阿坤 阿坤的声音 他怎么会在这里 救命啊 爷爷 快来救救我 阿坤 不要害怕 爷爷来了 爷爷 爷爷 我在这里 快来救我 原来 原来 他 他 是引我来这里 救阿坤 真没想到 这只狐狸竟然如此通人性 阿坤 不要害怕 爷爷这就去找绳子 把你救上来 很快 很快 爷爷便找来了绳子 将阿坤从洞里救了出来 阿坤 如果没有那只狐狸 你今天可就无法离开那个洞了 狐狸 谢谢你救我 脱离了危险 虽然之前狐狸涉及阿坤 去救自己的小孩 但也没有忘记阿坤救子的恩情 进而找爷爷来帮忙 将他从洞里解救出来 人与动物互相帮忙来脱离困境 这才是最棒最美好的结局阿 王大婶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吃鸡 尤其喜欢吃鸡腿 家里的人因为王大婶的这个爱好 也想方设法地给他买鸡来吃 妈 你尝尝这个烤鸡的味道 非常不错呢 哇 这鸡肉闻起来可真香啊 女儿真铁心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呢 妈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呢 哎呀 姐 你也买鸡肉回来给妈妈吃啊 儿子 你姐也是刚刚才买回来的 我刚路过一家烧鸡摊 看到那里的烧鸡 做得实在不错 所以就买了一只 回来给你吃 不愧都是我的孩子 都知道我最爱吃什么 我一个人吃不完这两只鸡 来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吧 妈 你尝尝我买的烤鸡 妈 还有我买的烧鸡 味道非常不错的 你也来尝尝吧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一手拿一只鸡腿 好好地享用一下吧 嗯 好吃 真是人间美味啊 哈哈哈哈 你们姐弟真是非常有孝心啊 我真的很开心啦 哈哈哈哈 然而好吃鸡腿的王大婶 在一年冬天 不小心摔了一跤 将脚摔成了骨折 啊 弟弟 你说妈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又摔伤了脚 可不是嘛 每年一到冬天 她都会滑到摔伤脚 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她年纪越来越大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是啊 哎 弟弟 你看 那里有家活鸡摊 我们去买只鸡 给妈妈熬汤喝 好吗 好的 姐 你说的没错 是应该给妈妈 熬过鸡汤补补身体 不然看她这样 我真的非常担心的 两位 你们喜欢哪只鸡呢 选好后我立刻为你们宰杀 不耽误你们时间的 我们应该选一只体型大典的鸡 给妈妈熬汤喝才好 没错 最好鸡腿也能大典 妈妈的脚受伤了 说不定吃了鸡腿 会有助于她脚伤的快速恢复呢 嗯 你说的很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买大只一点的鸡来炖汤 你们这是要买鸡给你们的母亲吃吗 是的 我妈脚摔伤了 她平日里最喜欢吃鸡腿了 所以我们特意给她买只鸡吃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啊 这样做那是会伤害到你们母亲的 哦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难道我母亲的伤不能吃鸡腿吗 鸡汤是最滋补身体的 我妈又爱吃鸡 这种美味又营养 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 难道你们就没想到过因果报应吗 啊 又是一个学佛的 真是凡人 弟弟我们快离开 不要理她的 哎 你们这样做那是愚昧形象 是错误的 这种学佛的人 真是烦人 总是在人面前唠叨个不停 妈妈生病了 我们买鸡 给她滋补身体 怎么会是错误呢 她的想法 真是可笑 哎 我真是倒霉 竟然